每年的巴黎时装周都是圈内明星大秀造型的好日子啊 近日刘涛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己的看秀照 比起刘涛这一身气场1米8的装扮来说 旁边的黄晓明似乎更亮眼 因为这张竟然揭开了他多年的假发仪团啊各位 要知道跟黄晓明身高一样成迷的大概就是他的头发了 黄晓明40多岁的年纪在游乐圈众多脱发男性中对比起来 头发可以说是相当的浓密令人羡慕 但是却被人一度怀疑是戴的假发 毕竟他十多二十年前的照片显示他并不算是多发型人 发际线甚至有点危险的趋势 而在这不久后黄晓明更是有这种脱发照流出 当时有片子需要他剃头 剃完之后的发际线轮廓看起来也是挺高的 而这些脱发形象还没有被太多人知晓 黄晓明的头发就开始变成了下童茂盛的样子 发际线整整齐齐 发量也多了起来 但是目前看来 这么个遗团是终于被剪开了 毕竟谁见过假发还能剪这么短 露出的头皮还能这么自然呢 但话说回来 不管黄晓明头发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头发了 戴假发也没什么好潮的 毕竟演艺权人士 吃饭多少还是要靠一点形象啊